怎么学好统计学? 很多非统计专业的学生都会学习统计学 比如经济、心理、管理、生物、医学等专业 如果想在本科毕业以后继续生长 那么无疑打下一个比较好的统计学基础是必须的 其实如果是应付考试 那很简单 多做题目 熟能生巧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知道 怎么在今后的研究学习中 正确的应用统计知识 背公式其实是一件考试必须的 但是科研却不是必须的一件事情 就好像是最少二乘法的这样一个公式 你在考试的时候可能需要背 但实际在科研当中 我们是可以直接通过软件去求解的 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 比起会做题 理解概念 理解定义更加重要 例如 到底什么是一个常量 什么是一个随机变量 假设检验的时候 P-value到底是什么意思 在理解这些概念之后 再去看公式 做习题会好一些 不过当然 应对考试 习题和练习 无疑是可以帮助你 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的 词典子作词 使用回程序